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神迹时刻 这是一个满满耶稣的频道 就是我们心里想的是耶稣 然后我们感谢的是耶稣 我们定睛的是耶稣 我们领受的也是耶稣自己 所以我们不是在追逐神迹 我们也不是在追逐金钱 我们单单的就是爱着我们的耶稣 然后呢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不管是保护或者是医治和供应 就会充充满满的也住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好那今天呢 上帝要我们经历的神迹是什么 就是神要让我们进入那个应许之地 我们不但是进入了 而且我们是领受 还可以享受应许之地里面的 一切的供应保护和医治 那我们来看这幅先知性的绘画 那个你看上面有写牛奶 旁边是什么 蜂蜜 金黄色的蜂蜜 然后那个牛奶是这样子 整个这样倾倒下来 然后你在哪里呢 你就在里面了 所以你住在牛奶与蜜之地 阿们 好那对应的经文是什么呢 就在民数记十四章六到九节 回来念哦 约书亚和迦勒 他们打探迦南地回来后 就对以色列全体的会众说 我们去打探的地方是迦美之地 如果耶和华喜悦我们 他必把我们带到那片土地 将那奶蜜之香赐给我们 就是牛奶与蜜之地 然后呢 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 也不要害怕那里的人 他们不过是我们的略物 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他们已经失去了庇护 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他们 好那大家已经知道 那个时候呢 他们说如果耶和华喜悦我们 就会把那块土地赏赐给我们 对不对 好答案是什么呢 你看哦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 这边有说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属乎耶稣的 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是照着应许 我们就承受了这片的 流奶与蜜之地 对不对 好那我这边呢 也要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祷告呢 成就呢 的关键 有三个不要求 如果你知道 哪三个不要求之后 你的祷告其他的 就都会蒙应允 好哪三个不要求呢 第一个 不要去求 不要祷告去求神去做 他已经做完的事情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 已经完成的那些事情 你不需要再求他成就 你只要奉耶稣的名宣告 这件事情被释放出来 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 你不要祷告去求神 去做他吩咐你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神已经告诉你说 你去按手在病人身上 然后你宣告他得医治 所以呢 不是在求上帝说 上帝请你 求求你来医治 你就直接为病人按手 然后命令他得医治 好 第三个不要求就是 不要求神给你 他已经给你的东西 在应许之地 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你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他已经给了你 不管是供应 不管是保护 不管是医治 好 所以现在呢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要拿起上帝 给教会的权柄 我要释放应许之地 进入到你的里面 Amen 奉耶稣的名 我宣告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你已经拥有这些产业了 Amen 所有在基督里 一切的供应 保护 医治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Amen 你已经完全的拥有 你有完全的保护 完全的供应 完全的医治 奉耶稣我们宣告 你不要怕疾病 你不怕疾病 管他什么样的病名 你都有权病 直接驱逐他们 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之地 敌人不能在这个地方 Amen 然后奉耶稣的名宣告 你不用怕敌人 还有他们的攻击 因为那是神要扩张你的机会 上帝 他会亲自替你征战 而且还要给你战利品 Amen 并且呢 让你和他一起享受这丰盛的果实 Amen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要打开你的眼睛 看到上帝已经给你的保护 医治和供应 你已经拥有 你不需要再祈求 你只要奉耶稣的名 用你的口宣告出来 并且把你所有的 从你的里面释放出来 你就会看到 Amen 你会看到物质界发生的变化 把你在灵界里面 已经成就的真实 彰显出来 Amen 了解哦 好 那非常感谢各地 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来加入神机时刻 然后谢谢你们的留言 我们都看到了 那不管呢 你看的是现在的直播 还是未来是重播 那你要知道我们的神 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 以至于不管你在哪一个角落 你对你跟上帝有什么样的对话 神都可以透过神机时刻 对你现在说话 然后对你现在做医治 对你现在做供应 所以呢 你就是领受 不要去用你的脑袋来 来限制神的作为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用的这首诗歌是宣告 就是把你里面所有的宣告出来 你就领受它 享受它 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我为何有门 我为何犯罪 应当 仰望 神 我的心啊 不要看风雨 但要仰望你 你笑脸帮助我 我要宣告 我为何犯罪 你就是我的目标 你就是我的力量 你就是我的力量 你就是我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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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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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风雨 不要看风雨 但要仰望你 我为何犯罪 我为何犯罪 你就是我的力量 我为何犯罪 我为何犯罪 你就是我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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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hre心法 你就是我的喜乐 祢成为贫穷 为使我付出 祢的释迦是我的身 感谢耶稣 祢使我强壮 祢应许我彼得第一位也 祢成为贫穷 为使我功夫 祢祢领我命运的舍 祢的释迦是我的自由 祢的释迦是我的平安 祢成为贫穷 为使我付出 祢的释迦是我的身 感谢耶稣 祢使我强壮 祢应许我彼得第一位也 祢成为贫穷 为使我功夫 祢的释迦是我的身 祢的释迦是我的水 祢的释迦是我的身体 祢的释迦是我的太 Noah 祢 你能听它的百多物 无论书落到高高高高 无论书落到高高 主谢谢你 主啊谢谢你将那个宣告的权柄赐给我们 主啊如同刚刚山山牧师所分享的 主啊我们就是可以大胆的来到你的面前 不是苦苦哀求 乃是宣告神你已经要给我们的祝福 宣告那神你已经赐给我们的 我们乃在那加美之地 留乃与密之地 在那应许之地 主啊谢谢你何等的美好 我们领受你丰盛的一切 谢谢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神在一开始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两个很棒的见证 是使用祷告经的见证 我们有一位姐妹她说 她妈妈身体不舒服腰痛 然后她就请她妈妈把祷告经 放在疼痛的地方 然后就简单的为妈妈祷告 她想说下班之后再和妈妈领圣诞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半个小时之后 她妈妈就告知她说 她已经好了 感谢神 祷告经隔空也是有效的 阿们 感谢神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位姐妹的宝宝 宝宝大概两岁多三岁这样子 然后发烧 然后烧了可能快一天 然后她就很紧张 所以她后来就赶快想到 把祷告经放在宝宝原本很烫的背上 为她祷告 结果祷告完之后 宝宝就从沙发上可以坐起来 而且说要吃东西 然后精神也变好 也开始有效了 然后当她在去摸宝宝的额头和身体的时候发现 就退烧了 感谢神 所以 发烧其实对宝宝来说是可大可小的 可是你要知道对神来说 大事都可以变成小事 小事都可以变成没事 所以让我们一起善用我们的祷告经 来跟上帝说 上帝啊我们相信祢 我们透过祷告经我们来定精神 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 你可以就是隔空有效 然后放在宽处的地方 然后鼓励弟兄姐妹可以来使用祷告经 为自己为家人 为你想要传福音的对象祷告 那如果你想要收取祷告经的话 有几种方式 你可以订阅我们的十个频道 截图给我们 或者是参加神机时刻 在线上为其他弟兄姐妹祷告 超过三次以上 然后一样截图 然后可以到 我们在台北台中彰化高雄 都有可以索取的地点 然后请在我们公告的时间点 去这些索取的地点临去 那如果你真的在海外的弟兄姐妹 你很想要的话 你可以写email来跟我们索取 那但是请要完成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任务 就是要截图给我们 然后索取的地点跟时间点 请到我们神机时刻的脸书社团 去看我们的公告 然后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很多弟兄姐妹都会问说 到底什么是定精神 所以其实使用祷告经也是方式之一 领生餐也是方式之一 敬拜也是方式之一 读经祷告也是方式之一 最重要的是定精神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看你的环境 即便你的环境很糟 你乃是定精耶稣 你相信耶稣 你知道耶稣已经为你做成了工作 你看耶稣而不是看你的问题 你才有办法发现问题不大 我知道这很困难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操练 我们不会说我已经完成了 乃是我们都在这条路上继续的成长跟学习 有时候我们也会忘记 定精耶稣而看着我们的问题 可是感谢神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有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我们的牧人 会提醒我们 赶快定精耶稣 我们就看见耶稣已经完成了工作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好不好 不是在乎我做的好不好 乃是耶稣这么好 耶稣这么完美 耶稣已经完成了 我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 所以不是我今天读经了几遍 不是我今天祷告了几遍 不是我今天神迹时刻看了几遍 感谢神 但是真的 神迹时刻就是越听 会帮助我们越来越有信心 因为我们听见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 听见他们已经领受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跟神说 圣啊我也要 我不用羡慕别人 乃是我知道我 我定进耶稣 弟兄姐妹所领受的 我也能领受 所以让我们一起领受 感谢耶稣 祝福所有弟兄姐妹 都在定进耶稣的这条路上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成长 哈利亚感谢神 阿们 阿们 感谢祖 今天要分享神迹时刻一位姐妹的见证 感谢祖 这是一个失误超速取回的神见证 住在美国的这一位姐妹呢 她这两个月回台湾 她的丈夫回台之后 手机想办理in-sink card 才发现她忘了带身份证回台 又卡在她已经除急 没办法办新卡 跑遍各单位四处碰壁 也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做 她也忘记身份证到底忘在哪里 总之她就是非常想要念她太初心了 苦恼之际 这位姐妹跟她丈夫说 只能靠祷告了 接下来这位姐妹就帮她的丈夫祷告 祷告后过没多久 姐妹就听到她的丈夫正在歌美国的房仲通电话 原来她请房仲帮忙到家里找身份证 然后她想到可能压在扫描机的夹层里面 房仲进门跟她连线 不到一分钟就找到了 也感谢祖 而且最神奇的是 房仲直接说 她现在正好在朋友要去机场 刚好经过姐妹家来找身份证 朋友在车上等她 马上就可以搭机回台湾 所以她朋友就这么刚好的 可以亲自把身份证带回在台湾的她们 这位姐妹听到就整个傻眼也太快了吧 继什么 继超速件也没有这么快的 然后隔两天她们就失而复得的 很开心的就拿到身份证了 真的超级感谢祖 然后我也要分享我一个见证 就是前几天我要打烊的时候 刚好有一位喝醉酒的男士进来门室 待在座位区里面 其实那时候已经要打烊了 我内心其实还蛮惊恐的 我就是跟耶稣说 耶稣我该怎么办 我要怎么委婉的请他离开 后来呢过了一下我的表弟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我就赶快跟我表弟说 帮我跟委婉的跟那位男生说 就是请他离开 因为他喝醉酒了 可能情绪会有一点失控 结果还好他也没有闹事的 就这样子离开门室了 然后就心中就觉得 感谢祖 经过这两个见证也让我知道 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不要惊慌 不要害怕 上帝的保护永远都在 帮助你的看得见的 比看不见的还要再更多 奉耶稣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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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上帝的保护永远都在 那今天呢我要来分享很美好的见证 就是即或不然信心的见证 那在圣经里面呢 那个 有 在圣经里面那个但依里 有三个好朋友 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 他对 尼布贾尼撒王说 即或不然 我绝对不 侍奉你的神 也不拜你所立的经相 最终神帮助了他 获得了 极大的胜利 也因为这一个 圣经故事 鼓舞了我 我也把这一个 即或不然的信心 运用在疾病 以及 假症状上 在这个礼拜二啊 我的 左手 就突然的痛起来了 我早上睡醒的时候 左手痛然后也绕枕了 我就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去上班 但是我还是决定 领完圣餐 吃完早餐 去上班 很感谢主 我上班的时候 我的同事一看到我就说 哇 我看到你好开心哦 你每天都这么开心的来 我也被他们的热情 感动到 哇 天父已经为我预备最好的祝福了 我不要再看我自己了 我要享受天父的爱 也因为这样 我不再看我手痛的事情 我就决定了 用神经时刻教的方法 我就奉耶稣的名宣告 因耶稣变伤你已经得医治了 因耶稣刑罚你已经得平安了 我就跟我的手说 说啊说啊 你已经全好了 神说你全好 你就是全好了 我就这样子相信 然后继续做我的工作 然后我就继续祷告 然后赞美主 敬拜主 方言祷告 我就继续做我该做的事 然后我上班的那个夹子啊 肠尾夹 不小心掉到地上了 平常要把它捡起来 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绕枕了 我蹲下去的时候 要捡的时候 我真的是 心里很想尖叫 但是我保守我的嘴巴 我就说 主啊 我低头 敬拜你 我抬头 我仰望你 你一定会帮助我的 我就很顺利把 常伟夹把它捡起来了 然后到了中午 要吃完饭 我睡个午觉的时候 我趴在桌上 等到我要起来的时候 又一阵的 痛 但是我还是保守我的嘴巴 主啊 我低头 敬拜你 我抬头 我仰望你 因耶稣变伤 我就是得痊愈了 痊愈的白话文就是全好了 阿们 我就是说 神说你全好了 你就是全好了 我就是这样子跟我的身体说话 结果真的 晚上到家的时候 就已经好很多了 隔天也已经好了 大概有八成了 我现在就用行动自如 然后这样子 很顺畅 感谢主我可以来为主做见证 然后在昨天 早上我听完讲到 我想说我去市场买一下东西 结果我在整理 我走到我们家一楼 我在整理我的购物袋 想说把它用拉链拉一下 让它变比较小 结果我不小心 在一楼地板 有一个那个水表的高低差 我不小心拐到脚了 我的右脚 当下我第一个念头 三秒钟决定 保守我的嘴 我就说主啊 放住我 然后我就可以 一样 很开心地走出去到市场 买完东西回来 一直到我吃完午餐 我发现我的脚 开始痛了 但是这个时候 我不定睛我的脚 反而抓住神的话 圣经说 神已经赐给我们权柄了 我们可以践踏蛇跟蝎子 所以我就用力地踏了地板三下 然后我就站起来 一样就是宣告 神说什么就是什么 凡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神的话也是有大能的 阿们 我就是相信 我就是宣告 因耶稣变伤 我已经得痊愈了 我就再跟我的脚说 你已经痊好了 然后我就骑车 骑车去买东西 然后要停下来的时候 我在想我要用斜梯 还是把那个宗祝把它立起来 我还是这样子信心的宣告 神一定会帮助我 给我力量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还是没有办法 把宗祝立起来 我只能斜梯 但是我骑车绕了一圈 回家的时候 我已经可以 把宗祝立起来了 神已经加力量给我了 我已经得胜了 我靠着主 即或不然的信心 我不对这个疾病妥协 我不对假症状妥协 我只对神的话语有信心 对神的真理 大能有信心 也因为这样 我去逛街的时候 我是脚有点一搏一搏 这样子走的 但是我就是宣告 我是正常的 因为上帝已经帮助我了 我就在那里宣告说 在街上走的人 都是主的见证人 他们就是要见证 主是怎么样把我医好的 我就是可以很正常的走路 也因为这样 真的 我就越走越顺利 越走越正常 脚就完全的好了 感谢主 我今天我还能够到教会 主日 还能够参加神迹时刻 都是主的恩典 我要特别的感谢神 在我们生命中 看顾我们的大小事 即或不然的信心 当你坚持仰望神 对疾病不妥协 你就能够看到 神在我们生命中 帮助我们 使我们可以得胜有余 感谢主 我要谢谢 谢谢神迹时刻团队的教导 让我对神的话语 坚定 有信心 不疑惑 谢谢 感谢赞美主 感谢祷告 奉耶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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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就是坚持站立在神的话语上面 我们不用管症状 我们就是面对症状就是永远不改变立场 我们就是完全得一致的 哈利路亚 然后我今天也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见证 就是有一天 就是前几天晚上我的胃就突然非常非常的痛 然后那个痛就是 你感觉你的胃跟你的肠子都这样子 好像打结一样绞在一起 然后非常非常痛 然后很虚弱 然后就是我痛到半夜醒过来不能睡觉 然后我一直来来回回在厕所跟我的床铺上面 然后已经没有力气 我就只有一个声音 耶稣 耶稣 这样子 然后突然间就是 我感觉到就是圣灵在我的里面 就是给我一个力量跟给我一个鼓舞 我真的感觉到说真的我们每一个在 每个人在最虚弱的时候或最有状况的时候 神真的是离我们最近的 当下我就感觉到神是鼓舞我 然后我就知道说我要起来对抗疾病 就是我不要倒下去我要站起来 所以我就躺在床上 我就一直把手按在我自己的胃上面 然后我一直就看着那个 耶稣不是他 那个冰钉不是用他那个毛 就是穿破那个耶稣的心脏吗 然后因为胃就在那个心脏的下方 我就看到他这样子整个 整个把他戳穿 然后我就一直看 然后我就 我就一直宣告因耶稣的变伤我得医治 我得医治 然后疾病滚 疾病滚 虽然我没有办法很有力气 但是我就是坚持神说的才是对的 阿们 我不同意症状 阿们 症状就是要离开 就这样 我坚持了 我不知道我坚持了多久 因为疼痛的时候很漫长 对 可是渐渐的我就睡着了 然后到隔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已经好了 阿们 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就是去上班了 然后我就知道说 我们真的是被神分别出来 跟这世界上的人 跟原则都是不一样的 阿们 因为我的同事呢 他就是刚好也是这阵子 就是有那种肠胃型的感冒 然后他请假请了三天 对 所以我就知道说 当我们站立在神的话语上面 我们真的是可以立刻就好起来的 阿们 然后我中午还很开心的吃了一个 很油腻的便当 就是我完全没有担心 因为我知道神就是已经医治我 阿们 阿们 哈利亚 然后就像我们前面那个姐妹 她去分享的就是一个 急或不然的信心 就好像呢 这个 就是 但以理她 她知道神就是一定会保护我 那就算 不然这个保护没有发生 我也绝对不像那个王 那个金像下摆 然后神要我们也用一样的态度来面对疾病 就是 因为耶稣的鞭伤 我就是已经得医治 就是这样 阿们 不管症状说什么 是变恶化还是怎么样 我绝不跟症状妥协 阿们 我绝不容许症状 在我身上做任何事情 阿们 阿们 任何疾病 任何症状 在一人身上就是无权无分 阿们 阿们 哈利亚 然后 然后呢 神也要 向我们做一个保证 就是说 没有任何理由你不得医治 阿们 因为医治是礼物 它只跟一件事情有关 就是耶稣的鞭伤 他跟你的任何状态都没有关系 跟你有没有学会什么功课 或是你生命有没有进步 都没有关系 因为它是一个白白的礼物 神愿意白白的给你 然后神给了 神的属性是 他的恩赐跟选招是没有后悔的 他给的礼物是不收回的 所以 我们真的可以坦然无惧的 站立在神的话语当中 知道 医治就是我们的产业 阿们 是耶稣买给我们的 阿们 好像我们那个账户里面的 那个户头里面的财产一样 是我们的 当疾病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的财产受到了霸占 受到了偷窃 我们要站起来 把这些霸占偷窃的 叫它滚出去 阿们 叫这个症状滚出去 阿们 然后神要我们就是 真的是完全放心 站立在祂的话语上面 不要担心有任何不得一致的原因 然后神要我们就是 把时间花在对付疾病 不要把时间花来检讨自己 或者是抱怨上帝 好 所以我们现在 我跟大家一起来宣告 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着耶稣基督的鞭伤 我们就是完全得一致 不论现在听到我声音的你 你身上的那个疾病是什么 你就按在你自己的身上 然后你就守护你自己的产业 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到所有一切的症状 就是立刻完全离开 我们就是坚定的相信坚定的宣告 一直到疾病完全消失为止 Amen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Amen 感谢主健康就是我们的财产 不容许仇敌 有任何的霸占偷窃和毁坏 Amen 然后我要继续分享一个弟兄姐妹 写来的见证 那这个见证是提到说 他之前呢 有三颗门牙是假牙 已经用了十年以上 那因为牙齦萎缩 导致呢 他的牙肉就明显的外露 影响到他的面容 觉得很困扰 他很想要重新整理他的牙齿 可是呢 又没有多余的预算来做假牙 那也不好意思跟他的女儿开口 所以他就向上帝开口 那他就做了祷告 然后呢 祷告完他就说 他相信神会做奇妙的 是 感谢主神真的做了奇妙的事 他说他有一位好同学 他们是每个礼拜呢 都会见面吃饭还有散步 然后有一天呢 这个同学就突然的对他说 我给你十万块 你去做牙齿 而且强调 而且强调 这十万块是给你的不用还 然后他说你去把你的门面牙齿搞好 然后希望你好运来福气来 他当下感动不已 除了感谢这个好同学 他更感谢爱他的耶稣 因为他知道这是耶稣为他成就的事 让他领受这个祝福 那当然他也为他的同学做了祷告 然后他同学呢也越来越好 越来越富有 那后来呢他就是透过这十万块 还有在他女儿的支柱之下 经过牙医师的评估之后 他总共做了六颗牙的直牙手术 他说手术非常的 牙齿直牙的非常顺利 好用美观 他说感谢神 这是他没有能力做到的事 但是神却让他没有花到一毛钱 是神介入让不可能的事 竟然呢自然而然的在他的生活中就发生了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神 感谢神 让我们看到说神看顾神买单 那神看顾我们的门面 而且更感谢的是神也看顾我们的里面 所以就让我想到说圣经有一段经文说 创世以前羔羊已经被杀 阿们 创世以前羔羊已经被杀 那代表什么呢 是不是就代表在我们有需要产生之前 那个神已经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们买单了 所以不只是我们物质上 大大小小生活上需要的神买单 然后我们生命 耶稣也亲自买单了 所以我们生命 不论是高山或低谷 我们需要的勇气智慧能力 神都已经供应 因为耶稣通通买单了 我奉耶稣的名 神买单 他在我们有需要之前 他已经买单了这个祝福 现在要释放在每一位听见的人生命中 你要大大的领受这样的祝福是给你的 因为耶稣已经父亲了 就是父亲了 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主听到姐妹这个见证真是非常令人的开心 因为我们知道神是这么在爱我们 接下来也是分享一个跟财务有关的见证 有一位姐妹 她就是在她年轻的时候 大概20年前 那时候比较年轻 那时候又流行 就是信用卡来借款 那时候她就负担了20多万的卡债 那时候她也不会理财 可能在用度上面 比较没有节制 那后来经过20年的利滚利 结果她滚出了300多万的负债 老实讲这个300多万的负债 对一般人来讲都是相当沉重的负担 那可特别是这个姐妹 可能她在理财方面 又比较没有一定的好的方法 所以对她来讲 事实上她相当的痛苦 然后后来感谢主 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一见了神 认识了主耶稣 后来她就信主了 那她在信主了之后 她就得到很大的一个安慰 对她内心来讲 主耶稣给她满满的安慰 那这时候 在她这个信主的接下来的过程中 她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 她负债300多万 但是她每一笔收入还是十亿奉献 这个是老实讲真的非常的特别 因为一般人来讲 事实上大家都很害怕 已经没有钱了 你竟然还会愿意拿出十亿来奉献神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特别 然后后来 在她有一次的时候 她就觉得主啊 她就跟主耶稣来祷告 跟上帝来祷告 主啊 我这个300万的赵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上帝啊 你可不可以帮我想办法 来处理这个债务 我不想要再这样子过下去了 从一般的角度来讲 这应该很难 应该真的是非常不太可能的事情 没想到 奇迹发生了 就是那时候出现了是在清条例 这时候就是可以透过 法院的机制而且是合法的 去帮你的债务啊 做一个协商 甚至或者是免除 那这时候呢 就是她就有一个法服的律师啊 来帮忙她 然后在在清的这个过程呢 他们需要把她你的平常的用度啊 一条一条列出来 让法官来知道你的用度如何 然后看怎么样 依照你的用度的情况来决定 你减免或者是免除的状况 那那位法服律师看到 为什么这位姐妹啊 她每个月都有十亿奉献 她就问她 那个姐妹就说 这个是我最奉献给教会 是因为这是我相信 这个一切的财务都来自于神 那这个律师给了她一个建议 她说 你已经欠债了三百多万 那你每个月还去奉献给神 假如你这个啊 列出去给法官看到 法官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必要的支出 对你的债务的减轻清理可能会有影响 可是呢 一人非常感动的是这位姐妹啊 她非常的坚持 她说这个 她所有的财富都是来自于神 所以她一定要把这个奉献给神 因为她坚信这是来自于神 然后来呢 律师也拗不过她 就把这个 她的一个报表啊 就拿给法官 那 那时候在审理的时候 事实上法官也有对这一笔提出一些疑问 感觉 那个姐妹当下感觉似乎 好像有一点点不太OK啊 但是感谢主 没想到最后 她的债获得了处理 而且不只是减轻 是完全的免除 哇 天啊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 一般来讲可能会做一个 适当的一个减轻 你会每个月做适当的一个还债 没想到 她列了十一 不只是减轻 而且是完全的免除 哇 令人非常非常的感动 所以在这个美好的见证里面 我觉得有两件事情 可以跟大家特别来强调一下就是 第一个 耶稣的救恩 祂事实上不只免除你所有的罪 祂更为你承担了你所有的贫穷 让你成为完全的富足 阿们 所以祂可以免除你所有的债务 而且更可以更多更多财务的祝福 要加到你身上 阿们 因为祂是如此的爱你 祂当然希望看到你 有非常非常富足的一个美好的生活 第二点我们要来强调就是 这个姐妹 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特质 就是她美好的信心 她美好的信心展现在哪里 展现在她十一奉献上 我们这边要强调 不是她因为十一换得了免取债务 不是 我要讲的是她的信心展现在她的十一身上 阿们 你看一般人在负债三百多万的时候 一般人是恐惧害怕 特别是在律师还有法官 都有提出一些疑问质疑的时候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说 那好啊 我刚好有一个理由 我就不用十一奉献 我这笔钱拿起来自己用 多好啊 但是这位姐妹的信心是如此的大 为什么呢 因为她真正的相信 这就是她的神 她的一切的财富都是来自于神 因此她才愿意来十一奉献 所以亲爱的各位就是 你要知道 她的信心是如此的大 所以展现在十一奉献上 而不是说 我就是做一个十一奉献 用这个行为来交换 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就是 这个见证你看到了之后 你也可以 就是你要多 从各方面多多了解 特别是我们这个神迹时刻 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 你就可以在这边增强你的信心 真正的认识到 上帝真的是我们的阿爸父 祂是这么的爱我们 所有人可以得到祝福神的话 每一个应许都必然成就 你的信心就是那打开的钥匙 接收的一个管道 鼓励大家 感谢主 Amen Amen 感谢主听到很棒的见证 让我们知道说 神不只道解除我们的债务 还要使我们财务新盛 然后这边要分享两个弟兄姐妹分享的财务新盛的祝福 一个姐妹呢 她是提到说 她 刚刚继承了奶奶的遗产 然后是一栋房子 然后在最近呢 她用非常漂亮的价格 高价卖出去 感谢主 然后另外一个弟兄姐妹呢 她也分享 她其实没有想要买房子 可是她的母亲呢 就心心念念的很希望呢 帮她买房子 然后结果最后呢 妈妈为她买了一个房子 而且呢 是一次父亲 感谢主 我们发现神机时刻一直在 听到弟兄姐妹分享来 高价卖房低价买房 然后一次父亲 没有债务买房的这样的见证 一直没有停止 持续的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要来祝福所有 观看的朋友们 这样子的一个祝福 财务兴盛的祝福 也要临到你的生命中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领受就是 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是艺人 我们能够继承我们的产业 Amen 这个产业是应许给你的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来释放这样的一个 继承产业 财务兴盛的这样的一个祝福 要临到你的生命中 今天你听到的见证 就要彰显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要领受属于你的这一份产业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让你一个财务兴盛的自由 要在你生命中 大大的彰显 大大的彰显 在你的生命中 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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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我们都是艺人 我们是靠应许承受产业的 哈耶路亚 Amen 好 然后我今天要来分享 两个非常激励人的见证 第一个是呢 他说他的爸爸因为要做手术 要做某一个手术呢 结果意外发现说 肺部有几颗 非常大颗的 就是在照S光片的时候 用肉眼就可以看到的恶性肿瘤 然后呢 这个时候他们就全家一起互相带导 然后一起的领圣餐 然后经历了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超过三家 就是大型那种教学医院的各种检查 结果后来 后来是主任级的医师 在帮他做确认的时候说 非常不可自信的 你的爸爸的肺部 是完全干净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的神真的是 没有难成的事 哈利路亚 然后第二个见证呢 是我们一位弟兄姐妹 他的弟弟就是 他可能是因为车 就是创伤的关系 有颅底骨折跟颅内出血的状况 然后那个时候的状况 非常的紧急 就是直接住进那个家户病房 陷入昏迷 那那个时候呢 他就跟着神迹时刻 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特别去找跟脑部跟住院相关的带导 一起祷告 不断的回拨 不断的一起祷告 结果奇迹发生了 就是在弟弟 昏迷五天之后 奇迹的苏醒过来 哈利路亚 不只苏醒过来 苏醒的隔天 就可以恢复可以出院 可以抄写诗篇了 哈利路亚 然后再隔一天 他弟弟 已经可以正常去工作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然后神不只是 医治弟弟身体上的疾病 还同时负担了弟弟 因为这次状况 所产生的费用 就是他住ICU的费用 其实花费很高 结果神就非常奇妙的 让这个社工主动的打来说 愿意供应这个住院 跟看护的费用 哈利路亚 所以哈利路亚 感谢主 他弟弟真的是 就是开开心心的 没有疾病的 也没有负债的 走出医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的好 然后真的是所有的一切 祂都是完全父亲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一起来 为着包括你肺部的一些状况 然后尤其是肿瘤 身上不管哪一个部位的一个肿瘤 然后或者说关于住院相关的 或者是脑神经相关的一个疾病 那我们要为这些的人来一起祷告 还包括说有发烧喉咙痛全身痠痛无力 足底筋膜炎牙齿不舒服气喘和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 跟这个肠胃到蠕动问题 头晕 咳嗽 失眠 抽筋 以及需要睡眠的平静安稳的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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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向我们保证说你诚然担当我们的疾病 你就是已经担当我们的疾病 阿们 所以疾病不可以出现在我们的身上 阿们 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那一切的症状 一切的疾病 立刻完全地离开 连根拔起地离开 阿们 不准再回来 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 释放神的那个医治 然后那个盼望 然后那个财物的供应 一切进入到每一个人的里面 阿们 使得我们就可以跟这个见证一样 我们完全得自由 完全摆脱疾病 恢复正常的生活 阿们 而且我们也 不会因为疾病有任何的负债 阿们 谢谢主 祢的供应是如此完全 然后祢的医治也是如此的完全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主要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 感谢祢让我们今天听到这么多 得医治的见证 还有这么多财物的见证 主要我们也知道 祢的工作持续在做 不会停止 主要我们宣告每一个 听见看见的 主要都要得着 阿们 主要因为祢说 现在在线上或是将来听见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要当他们把带导事项 带到神祢的面前 甚至当他们还没有写给我们 但神祢都知道 阿们 因为神祢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祢是大神 祢是超越一切的 主要当这些带导事项 我们沉到祢面前的时候 主祢本就是乐意 供应我们的神 祢都听见 祢就要为我们实现成就 因为祢乐意祝福我们 祢要我们成为祢的儿女 而且经历祢的丰盛 祢的富足 主要谢谢祢 我也特别要为未来 要开始准备看各样 身体报告的弟兄姐妹祷告 如果你将来正要看你的体检报告 或者是你因为哪里不舒服 你要去做检查 你要去看报告的弟兄姐妹 我要奉耶稣的名为祢祷告 祝福你 你已经领受 你要在信心里 你已经领受耶稣的医治 因为耶稣基督的鞭伤 因为耶稣基督的心法 你已经得到完全的医治 完全的平安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 你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检查报告的结果 阿们 让医生成为你见证的见证人 阿们 感谢神 因为神你就是何等的美好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看医生 你哪是让这些科学 反而成为你的见证人 阿们 谢谢耶稣你何等的美好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一起来 经历神的美好的作为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你所爱的家人当中 神的工作不会停止 阿们 会持续持续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阿们 也欢迎大家 如果喜欢神机时刻 而且你也想要更多的经历 还想要将这美好的福音 这么多的见证 也分享给你所爱的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分享 打开小铃铛 这样每一集我们新的影片上架的时候 你就会被通知到 然后让我们一起更多的经历神 把这美好的福音传出去 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脸书 搜寻神机时刻加入我们的社团 跟我们有更多的联系 跟我们有一些互动 然后很开心 我们可以一起在基督里 经历上帝的美好 并且一起祭祭福在天上 感谢耶稣 阿们 好 感谢上帝 超自然的保护我们 然后我们都进入应许之地 应许之地里面的所有的供应 保护跟医治都已经 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已经拥有了 阿们 然后感谢神就是看顾我们生活中的 大大小小的事情 然后感谢神 不仅免除我们在灵里的罪债 还免除了我们地上的债务 感谢神 然后我们不仅开通了天国的账户 我们还可以顺利地提领天国的提款卡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来分享群组里面呢 就是恩宠云端群组里面 有几个不同国家的 弟兄姐妹的一些留言 是关于他们参加云端群组 其中有一位弟兄姐妹 她就说呢 她的姐姐因为生病 所以她就说 所以我们比较难去实体的聚会 然后感谢恩宠教会的云端小组的弟兄姐妹们 还有屈牧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陪伴我们一起度过 然后另外一个弟兄姐妹就说 对 我之前也有想过 我是不是一定要去实体教会呢 但是现在更加的明白 当然不是 她就说 因为这是一个国外的弟兄姐妹 她就说实体教会 虽然呢 多了跟弟兄姐妹面对面的沟通 但是呢 我们来教会是来敬拜赞美主 还有寻求神的话语 所以她说我不一定需要知道 弟兄姐妹的心情 还有他们的家务事 她觉得在哪里聚会不重要 合适自己比较重要 然后她很感谢恩宠教会 把云端小组带得这么好 让她有一个归宿 然后她就说 她觉得天父呢很了解她 知道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方式 所以呢 神也给了大家有不同的教会 然后她就说 她很感谢神 就是神的恩典都给在她的心坎上 然后呢 她说她觉得神比她自己还要了解她自己 所以呢 她就在云端的教会的牧养下 她就说她决定了就是她要顺服神的旨意 然后另外一个弟兄姐妹呢 她就也回应说 她说我之前一直有这个困惑 因为呢 我没有去教会 家人就说我是不敬不虔诚的 好 但是呢在恩宠教会我学到了 就是只要定经耶稣 在哪里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领受神的话 领受神的供应 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然后谢谢有恩宠教会牧养 让我知道神真的很爱我 Amen 然后再来一个弟兄姐妹的回应是说 之前还在疫情三集的时候 她说呢 我就听到恩宠教会有领圣餐的信息 然后不久呢 她就开始自己在家里办公 然后也跟着影片领圣餐 她就觉得哇好棒好平安 觉得好幸福 然后觉得在家里竟然可以被 被兼顾 而且还能够为公司和家人祷告 让他们都是平安的 Amen 那接着呢她就说 在确诊之前 她就说她第一次听到神迹时刻 刚好有团队祷告说 确诊是可以得医治的 是有盼望的 而且可以是没有副作用的 Amen 然后她就很感动 然后呢重点是她说 祷告里面还有分享到 即便是外邦人 他们不信耶稣 但是他们可以 因为我们是义人 我们的祷告 他们可以为了我们 因着我们而领受恩典 所以她就说 感谢阿爸父这样超前部署 然后兼顾我在确诊的时候 有力量有盼望可以得医治 而且没有副作用 她说连我的家人也被保护 都没有被传染 她说真的很感谢恩宠牧养 团队的摆上 好 再来另外一个弟兄姐妹 她说 确实是这样 她说这几年呢 我确实是很想去教会的 但是我也不想被感染病毒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办法去实体聚会 可是没有去教会 我又很想寻求神 我只好自己在家里大声的读圣经 直到遇到了恩宠教会 我找到了正确的路径 来亲近神了 然后我相信天父也一定很开心 然后他说很谢谢恩宠教会的存在 好 以上就是有几个地 就是在各地的弟兄姐妹 他们写来给我们的 然后我们要感谢神就是 这就是恩宠教会存在的目的 就是我们想要帮助大家 你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 你在哪一个时间 你都是可以更多的认识神的 然后我们重点要帮助大家就是 你要知道天父是良善的好神 你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成就了所有的工作 你就是安息 你安息在神已经成就的工作里面 你就可以领受到完全的保护供应 还有平安和医治 然后呢我们是很谢谢大家 常常写 写email或者在群组里面给我们的回应 因为你们的回应呢 让我们知道说 哇原来上帝真的是在你们的身上 继续的不断的做工 然后我们也看到神的大能是如此的真实 可以在世界各地 我们只是用群组用网络 然后呢神就已经在兼顾你们了 Amen 然后恩宠教会呢我们相信 就是末日越来越近了 所以会有一天 大家去实体教会会变得很困难 不管是疫情或者是战争 或者是敌基督来了 Anyway 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点 其实很多人可能再也不能去实体 聚会 那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大家也都只能在云端相见 所以恩宠教会 我们为什么会成立云端的教会 这个部分 是因为为了未来的需要 我们在座提前的预备跟超前的部署 Amen 好 那我要分享就是之前呢 有一个佛教徒 他从来没听过福音的 但是因为他有失眠的问题 所以他就听了晚安宝贝 他听了晚安宝贝之后 他觉得哇这个上帝是不一样的 跟他拜的那些佛是不一样 他就自己决定他要受洗 所以他就跑来恩宠教会 然后呢这是他第一次踏入教会 他从来不知道教会是什么 可是呢他就一来他就说 我要受洗 因为我想要我想要相信这位神 而且他也没有认识其他基督徒 他就只有听晚安宝贝 他就决定要信耶稣了 好那这让我们知道说 当我们在做云端教会的时候 我们真的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是要就一切相信的 Amen 只要只要教会 我们传扬的是正确的福音 我们能够彰显神福音的大能 我相信这也是蒙神喜悦的 然后呢有人呢是会质疑说 哎你只有去云端的群组 云端教会 那这样的会友呢代表了 你就是不委身不敬钱不顺服不爱主 但是呢今天上帝要我告诉你们说 这是谎言 其实你们超委身的 你们超敬钱的 你们超顺服的 你们超爱主的 Hallelujah 所以呢不只是属灵的事物 那看不见的是比看得见的更真实 这个属灵的原则呢 也发生在恩宠教会 还有弟兄姐妹的身上 Amen 所以呢鼓励大家 如果呢你现在还没有所属的教会 然后你又因为你不想要被传染 有种种的原因 你没有办法去实体的教会 那我们很欢迎 很欢迎你加入我们恩宠教会的云端群组 那我们会有区牧 会有牧师传道 还有弟兄姐妹 会跟你一起 一起讨论圣经 然后一起为你带导 然后彼此扶持 感谢神 好那 现在就是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神迹时刻 那如果呢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留言 然后我们一定会为你祷告 你要相信不只是我们为你祷告 圣灵 还有耶稣 在天父的右边正在为你祈求 他就是一个祷告大军 你是被保护的 你是被看顾的 你是一直有人在为你祷告的 阿们 阿们 那接下来就是 神迹时刻的 神迹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愿意跟神建立 亲密的关系 还有个个人的关系 那这就是能够发生在你生命中 最大的神迹了 阿们 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们跟我们的神来建立个人的关系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我打开我的心 我打开我的心 邀请你住在我的里面 邀请你住在我的里面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生命的主 成为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洗尽我一切的不义 谢谢你洗尽我一切的不义 谢谢你赦免我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的罪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我成为你的孩子 我成为你的孩子 我被你称为义人 我被你称为义人 我要进入你的产业 我要进入你的产业 我住在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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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拥有你给我的医治保护 我已经拥有你给我的医治保护 谢谢耶稣你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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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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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顺服你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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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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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感谢神 这就是最大的神迹 就是你把你自己交在 我们永恒的主 大能的主 耶稣的手里 你要知道 从现在开始 你再也不一样 你成为新造的人 就是你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 所有的神迹 其实都会因着你的相信 而跟随在你的后面 阿们 你会发生很多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你的人生再也不一样 谢谢主 那就继续的享受你的神迹 你的骑士 还有神给你的应许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